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 小弟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联合国代表大会 中国总理温家宝 美国总统奥巴马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还有津巴布韦总统Mugabe 四大天王聚合在一起 这个津巴布韦的总统Mugabe 就跟这三大领导人 进行这个常识问答比赛 他就问,哪一个国家不必战争 他战斗机的引擎也会不见的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 他的政府花一千万件的 这个五十件诊所 全部诊所 One Malaysia Glee 全部没有医生的 哪一个国家 不用发生地震 他的体育场自己会倒塌的 很不幸的 全部的答案都是Malaysia Bullying 刚才魏博士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事实摆在眼前 事实胜于雄辩的大前提下 还有75分 小弟感到 实在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的说法 管理国家应该有社会正义 教育开放 文化多元 司法公正 这一些才是真正的 应该有的KPI 由于会 Kazakhstan 谈光 numb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